2020年1月30日星期四 武汉肺炎在农历新年之际爆发 不但在病原国、中国本土、世界各地也纷纷传出确诊病例 而死亡人数也有所增加 各国政府因此都严正以待 同样的民众对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疫苗 可以对付的新型病毒也警惕非常 因此口罩也就一下子被民众抢购一空 现在市面上无论是药局或者是便利商店 也都出现缺货的情况 这也就让很多买不到口罩的民众担心了 怎么办呢?没有口罩罩着 我是不是很容易就暴露在风险之下呢? 专家说放心 按国内目前的情况来说 大家外出时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新闻童今天就带大家来听听 这位来自双溪茅诺医院的传染病咨询专家 沈灵新医生怎么说? 灵医生说 由于大马目前没有出现本土人传人的病例 因此目前只有前往高风险区 例如机场或者是疫区的人士需要佩戴口罩 他说武汉肺炎是通过飞抹或者是接触传播 飞抹传播是通过痰或者唾液中的细菌来传染 而打喷嚏或者是咳嗽时的飞抹飞得并不远 一般只是在一公尺以内的距离 而且他无法在空气中存留很久 之后就会逐渐的掉落在地上 也就是说人和人的距离只要超过一公尺 就不会被传染 因此使用三成四的口罩就已经足够预防了 根本不需要用到N95型号 否则一旦佩戴错误 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如果你听过专家的解释之后 还是不那么放心 那也没关系 因为贸效部长赛夫丁说 他已经要求制造口罩的厂商 马上加速生产和提高生产力 以便尽快的恢复市场的供应 他也解释 由于制造厂在农历新年期间暂停生产 而这时候又刚好碰上武汉肺炎的爆发期 口罩的需求量突然爆增 这才会导致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无论如何 虽然专家说目前不需要戴口罩 但是新闻通还是要提醒大家 别忘记 勤洗手 千万要做好自我卫生的把关 另一方面 卫生总监诺西山发文告说 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在天一宗 接着今天中午 累计确诊病例已经有八宗 患者全部都是中国人 他指出最新确诊病例是一个49岁的女子 他是第七名确诊病例的妻子 目前在新山博曼医院隔离病房接手治疗 情况固定 而在弗洛交予确诊的四岁女童 经过几天的治疗 健康情况也已经逐渐好转 另外 根据本报记者的观察 随着出现确诊的病例 弗洛交予农历新年的本地和中国游客 明显的比过往少了很多 不过西方游客的身影则是处处可见 度假的心情自乎并不受到影响 武汉肺炎不但影响了旅游业 财政部长林冠英表示 政府将继续评估武汉肺炎对大马带来的经济影响 如果有必要 政府将提前推荐原本计划在今年中 推出的振兴经济的配套 这个配套原本是为了因应美中贸易战而制定的 来换个焦点 游子杯歌唱不完 吉打一个华裔家庭被人举报雇佣非法女佣 执法单位上门突击检查时 竟然揭发雇主不但扣押该名女佣的护照和两年多的薪水 还让她长期睡在地上 吉打中人力资源局是在昨天联合另两个单位上门检查时 救出了该名26岁的印尼女子 执法人员扣查了两名分别是27岁和57岁的母女助查 目前他们两人已经获得警方的口头保释 今天的新闻就播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再见